念佛商净土 成佛度重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比如说 于所住处是什么是我们的住处 什么是我们的住处 菩提心是我们的住处 对不对 清净正见是我们的住处 是不是 那就是菩萨住处了 然后念念真名 这就是南方 南方又叫什么 像我出家的那个寺院 寺院那座山就叫南明山 南方是代表光明的地方 代表太阳是往南方走的 对不对 这也是对于修行人来说 在佛经里 这是指这个 所以为什么要追随善知识 你要不追随善知识 你读一辈子 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面是有福报的 我们为了这世间赚个钱 你看都把头削尖了 是不是 为这个圣贤之教 它是有 它是有含义的 说明你要有点虔诚 你没有虔诚 你怎么能取到这个智慧的 智慧的果实呢 现在呢 我有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的妈妈是那样 所以我就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们了 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们 一点没有隐藏 老师说啊 我参学的多地方多了 到哪参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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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花的钱呀精力呀 拿命在参学啊求法啊 法是很难得的 法是很难得的 我师父说一句话 我多少年要去消化呢 说一句话我要多少年 师父从来没有直接 这么什么是什么意思 这样告诉你 就叫你去参呢 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说 一个年轻人一个老人 两个人出门 这个老人在路上 遇到过这个年轻人 他七次遇到年轻人 就这个我就想了想了好几年 我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人出门 遇到七次年轻人呢 忽然有一天才明白 哦老人修行快 还是年轻人修行快啊 这年轻人 这年轻人修行一次 抵他七天呢 就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师父也不跟你直说 还讲这么顾上你猜 这还是世俗敌的 还不是什么圣意敌的呢 圣意敌的观音菩萨 我就请问 我跪下来和长问师父 观音菩萨 师父说 诺驾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这句话我记得了 我就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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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原来是报神 报神是生而不灭 是像长江水一样 像天上瀑布一样 是不断不中断的 所以观音菩萨以白色身 白色身 白衣观音 它是指这个啊 它是指我们生命的 是不中断的 这种报神的状态 DNA的状态 所以他的那个咒 心中 就是心脏跳动 这个宇宙里 掌养一切万物的声音 哦是诸佛的身体 哦是诸佛的心 每一个人 菩提心和莲花 哦知识 要你误的 所有这些 我这跟你们讲的 也就是这么说 我这一次讲 《地藏经》所讲的这些 知识给你们讲 有可能你们一辈子 三辈子 十辈子 一百辈子 走遍了世界 去找师父 有可能学不到这一个 这几天讲的 我跟你说 我这跟你讲了 你看俗笛的 圣一笛的 都讲到了 法身的 报身的 化身的 都讲了 对不对 诸佛的究竟秘义 善巧方便 因地的 佛的因地 佛的果地 佛的秘义 都讲了 对不对 你到哪听到这些啊 有的皮毛还站不到呢 我跟你说 所以种种的 你如果那个明白了 就知道这下面 那能都完全兑现 那都完全兑现 最后转读是经 我们翻到最后一页 这个就是十一品的最后一页 即转读是经 但以地藏本愿经 一似修行者 如以本神力而拥护之 勿令一切灾害 即不如一事 则问其而 何况令寿 非但如独户时人故 一如释迦眷属 租天眷属 拥护世人 何故得如释 圣贤拥护 皆由詹理 地藏形象 即转读是本愿经故 自然毕竟出离苦海 正涅槃乐 一世之故 得大拥护 这拥护是靠他们拥护吗 纯粹靠他拥护吗 是靠你自己要争气啊 那你不被损害 你说你如果真的安住在这修行了 你安住在菩提心里修行 东方不动 然后念念增长 到南方的宝生 到西方的清净莲花 到北方的不空成就功德 你想那些歪门邪道 想要障碍你 还能障碍到你吗 还在同一个空间吗 他跳起来跳高运动 跳起来想够你也够你不到啊 他还碰得到你吗 碰不到你了 不是一叫什么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知道吗 你都已经是极乐世界佛国的人了 你去请问那些歪魔邪道还想破坏你 破坏得到你吗 根本破坏不到 就像你手里 你手里拿的 你手里拿一个东西 那些鬼要来拿 他拿得到吗 你拿得到 他拿不到 你两个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他这个拥护是 这个 其实自己拥护自己最重要的 你要不拥护 你自己不按照这个修行 别人再想拥护你 拥护不到你啊 你要是拥护自己 你念念都是按照这个修行 别人想破坏你 还真破坏不到啊 对不对 这个根本的要知道就行了 如果真的按照这样修 请问这本经可以从出一直到 从起步一直到成佛 这部经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 汉地就这个福报的 大寸了异经典 大寸了异经典 这里面包括了 菩萨的五十三个位次 都在这寒在这里面 我是希望大家学了之后 以后会去好好再查查 有些名相再把它查出来 了解然后怎么去修 我这里呢不能广说 广说的话那还了 大方广那还了得了 无始无终你知道吗 那是 无始无终的佛还在说 请问佛有没有在说法 我只不过是给大家传递一点讯息啊 实际上佛还在出广场摄像在说法 我们一般的人呢 如盲龙阴雅 听不到 佛的化身灭了 佛的报身在不在 在的 报身要七地以上的菩萨才能见到 那是佛是 那法身呢更是 禁虚空变法界 啊 所以 那 这个 这个 所以 这个为了要了解地藏经 那续体含义 也要去 去读其他 大方广佛华严经 哎 令严经 哎 然后妙法莲华经 读了下来说 哦 原来精精可以相互的解释 可以相互的启发 那那你说 那为什么要听师父讲法呢 师父讲法就是 把所有诸经的精髓 可以 哎 可以告诉给大家 所以这个叫什么 具足三宝啊 具足三宝之精华 善知识就有这样子的 益处 啊 本来三 本来这个比如说出家人 形象是生宝 口中讲出的法是法宝 心中安诸的真实意 是佛宝 但对众生的鸡而说 这种就是善巧方便的事业 他可以把诸佛的经典的精华意 对着我们的鸡 扣着我们的鸡 让我们的心以心传 来让我们明白 哎 所以这是善知识的因缘 是非常殊胜的 但是我们要配合 你要再去看 你会知道 哦 传习法师讲的不假 确确实实 这些经典都讲到 哦 引经的 引的这些经 具的那些点 哦 也确确实实都讲到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更加的有信心 那对于我们讲经法会 你受到的这种启发 你就会有生起不退转的信心 啊 有时候善恋啊 啊 殊胜因缘下会生起来的 生起来之后 如果不能相续的话 他会灭掉的啊 啊 你我们自己自己就就就就就会感觉到 像听经现在法会上这种气氛 我们的感受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出了 一别说这个法会说下课了 一开始走心就开始散乱了 对不对 本来说每个人身上都放着放着光 对不对紫金光 一散乱了那就没有了 然后一出去坐大巴一看风景 好嘞 盐又有盐而鼻色生意了 又有色生阳飞出发了 纯然 竟然本心地又模糊掉了 对不对 哎 那就模糊掉了 然后再回到社会上 一工作一生活啊 然后好嘞 地藏法会 那个无量光无量寿就成为过去时了 对不对 要你善之互念 能够让他念念真名 这才是重要的 念念真名就是东 就是南方 如果你能念念真名 还是处在这个 这个地藏菩萨 这样的 启发这种智慧下 就会有 这些功德 就是讲 这最后说讲的 毕竟 自然毕竟出离苦海 正涅槃乐 所以这里面这个佛陀亲自这么说啊 这是真实意 我把这个 这个 略为讲讲 今天呢 我们就 这个十一品 就学习到这里 好 今天我们 先看一下 我们地球 有多渺小 更何况 我们 我们自己 这个 所以就所谓的我 我认为 我们每次啊 每 这个生命当中 都认为这是我 这是我 如果认为这个是我的话 这个生命 就像尘埃中的尘埃一样 哎 只有开发了我们的心地保障 啊 棘手本然尽心地啊 明白这个 那接下来 啊 啊 无尽佛藏大尺寸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了 那里面这个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瓶子 或者是说这个大方广的房间啊 给了我们了 有我们有了 里面怎么装修就看我们了 你把它变天堂呢 还是把它变地狱呢 对不对 把它变成花园呢 还是变成厕所呢 就看我们自己了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所以 这是修行的一个门 哎 所以是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自身 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放个短片啊 看看我们的地球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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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见到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说地球多小 太阳也很小 在所有恒星里面 不是恒星都一样大 太阳作为一个恒星 在恒星里面它都是一小个头的 那后面那大的恒星的时候 比的时候 太阳就看不见了 都看不见了 地球了 这是最大的恒星 也只是银河系当中的长海一树 再放大了 银河系也只是宇宙中的长海一树 你说我们 那我们要不要从我们这个小小的夜里面跳出来啊 还有天天我大的个什么样的 其实很渺小的 要从我的这个小夜往里跳出来 那就说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要救我们 是不是 佛菩萨要救我们 真是把道理告诉给我们 自己跳吧 否则的话 你说 这世界每天都有车祸 医院都有生病 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救他呢 佛菩萨是你用人啊 想做 他是要唤醒我们的 所以定自在王 开了智慧之后 有定 定在我们的佛性当中 请问 这个这个 你看 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宇宙 请问这宇宙依什么而住啊 依什么住啊 无量无边的 像就像银河系 这个银河系 很多很多的这些星系的 无量无边的星系 那依什么住啊 依虚空而住 虚空大法 那请问 我们佛性大还是虚空大 你说这个星际旅游 星际旅游 我们这里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离我们只有十万亿佛徒 那我们怎么到极乐世界 靠 靠坐飞船 可以吗 那发电波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电 光 光的速度 行吗 光的速度都走不到的 我跟你说 以我们这个寿命啊 就光的 光的速度 从我们的地球要到极乐世界都走不到的 请问要靠什么 我从小我也关心这些 宇宙的这些 我都也研究很好奇这个宇宙的现象 那这个 很多科学家也非常的关心在研究这个 所以星际旅游的几种方式 就是连光的速度在星际旅游里 这种速度都是不够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以人的寿命来算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大概 银河系 银河系从这头到那头光年是多少 以光的速度要走多长时间 多少年 在座有记得吗 我说很久了 这几年 多少年 就一个银河系 那你看 那一个星系和一个星系之间的隔的距离又很远的 那比一个银河系的直径有可能还要大 超越这段空间 然后再到下一个星系 你光的速度 人的寿命也是不够的 走不了 旅游不了多久的 那所以就有这些科学家说 要称这个宇宙风 宇宙风 这也很厉害啊 这也能研究到这个啊 但是我也是想象宇宙风 宇宙风也是不够的 靠什么 我学了佛之后知道了 靠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些这些星系啊 以虚空而住 虚空 所有的虚空这么大 但是没有我们的佛性大 如果觉悟的人 觉悟了 像佛菩萨们 他们要 他们要从佛国到我们这里 怎么说 佛经典里怎么说 如壮士屈身必寝 屈身必寝 壮士有力的人 屈身必寝 有的有的也比喻说 如弹指 弹指之间 弹指之间 就到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速度是什么速度 那以什么为戒指呢 其实就是以我们的佛性为戒指的 所以佛的名号叫如来 无所从来无所从去 你说他到他到我们娑婆世界在地球上成佛了 他这个是趁着愿力和众生的机缘而现 虽然现却无所从来 虽然灭了却无所从去 明白的人 释迦佛陀还在 不明白的认为 我们供到佛的舍利了 你看前面佛舍利 今天我把佛袈裟也带来了 佛袈裟也带来了 这是菩提加也 菩提加也佛承道的那尊佛像批的 这一张袈裟蛮豪华的 所以佛陀佛的真身舍利 所以对有的人佛走了 舍利在这里 舍利也是开我们智慧的 也是要让我们明白最后明白到佛是如来 众生有缘分就应供 一切众生你所有各个不同的心念 如来昔知昔见 所以叫正偏知 众生有求 佛就是安住于本座不动 却能够明行主 众生不觉 众生不觉 众生一念一迷 佛就善事 情与非情 佛全能通达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了解 是什么 正 世间觉 天上 地下 所有都是生灭 都是无常的 从有情到无情的现象 那叫什么 无上师 佛是无上师 无上师 所以佛的时候 如来应供正偏知 明行主 善事 世间觉 无上师 然后众生迷惑颠倒 然后佛来教化我们 调育丈夫 调育丈夫 仁天的福田 所以仁天师 天仁师 他是福慧两足的大觉者 佛 天上 地下 一切众生当中的佛性 都是无上尊贵的 所以叫世尊 世间最尊贵的 我们哪里 我们把 我们说钱是命 命是狗屎 佛性 早就忘掉了 佛性才是最尊贵的 世尊 世尊 大饭天喊佛陀的名字叫婆切凡 婆切凡 婆切凡 这个加持力非常大的 他种持了这个所有诸佛的名号 他是诸佛名号的总集 婆切凡 所以佛法不仅在地球上弘扬 在无量无边世界都在弘扬 众生有的佛法 众生就有希望了 众生没有佛法 就是人天长夜 忠实我们没有人再信佛了 佛法所觉佛陀所觉悟到的规律 在这世界是长存的 规律不会消失掉的 三宝都不存在了佛教也没有了 但是规律会不会消失掉 不会真理不会消失的 佛慈悲硬要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伟大的知识 你没有人了解对真理的本身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说真理的人格化就是佛 佛有主观能动性 所以我们学了佛的要注意哦 你学了佛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打你主意了 不是你学佛了吗 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那些罗汉 外现身文心 内密菩萨心 把菩萨心藏在里面 菩萨心随便给你看的 随便给你利用的 愚笨的人说 这些人不错的 你还向他去画园去 你变成他囊中之物了 我高兴给你给你 不高兴给你我看你怎么样呢 对不对 觉悟了奖励给你 没觉悟给你两嘴巴子 菩萨是自在的 你菩萨都慈眉善目 那都菩萨 哪一天 那鬼 罗刹 那都菩萨 是不是 不要这么 就很简单的就 要自在知道吗 要自在 智慧说了 跟着智慧 制造善因缘 不是说做一个老好人 知道吗 都说学了佛 都是老好人 哎 然后好嘞 那你要这样子的话 就没人再敢学佛了 学了佛都这样的呀 啊 学佛还是要很自在的 哎 该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知道 哎 自己知道 要护持之人间最尊贵的三宝啊 像我们那个老师傅一样 我们的崇山老和尚 活到103岁 他到好的地方 连这个鞋都舍不得穿啊 好的地方光脚走 鞋装起来 延长这个鞋的寿命 节约 那个公交车前能节约 节约下来 干嘛呢 这么小气干嘛呢 共生呢 我们这个严腐提世界 我们是五中恶事的众生 刚强南华的众生 心那么刚强 不挑柔 不柔软 那首先伤害到自己 你什么心态 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你自己 不仅我们人需要学佛教 四生六道都需要学 有这个沐浴这个佛的 慈悲喜舍的光明啊 大般若的光明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 如果用般若来射前五度 射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来射五个的话 那用智慧来射的时候 那你布施的时候 你就要有智慧的 你增长他贪心吗 如果增长他贪心 他的贪心会下地狱的 那他的地狱是你成就他的 你的布施要让他反省 同样是人 同样把钱都当命一样 为什么你会把钱给我呢 甚至你会把你的生命都给我呢 让他去反省 反省 反省觉悟 那你就度了他了 你也破千摊 他也破千摊 这一个布施 这一个动作下去 这三轮体空就是 这三轮都清净 都转为清净 这就叫道彼岸 没有智慧 你会让他生贪心 他不是道彼岸 他是下地狱 这个持戒 戒有不同的 小乘戒是不杀生 大乘戒是不伤害众生 不伤害 利益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那在里面护法神 护法神他们发了菩提心的 那就不一定了 他这个以菩提心的缘故 因为那怎么能帮助到众生 小乘就是不伤害一切众生 大乘是利益一切众生 在利益的时候 那个手段就不一定一样的 所以有一些大乘经典里 那些 有一些菩萨就佛面前发誓 如果有人 要造恶业 我来阻止他 我来阻止他 如果有人造恶业 我来惩罚他 让他知道这是不好的 有这样的菩萨的 所以才有那些鬼王啊 罗刹啊 我们佛教一些护法神啊 他们说佛 佛菩萨不要动的 佛菩萨可以 那护法神 佛法神很厉害的 护法神不厉害佛教 这么两千多年到今天啊 护法神有护法的 每个寺庙多少护法神呢 你动一草一幕 试试看 再放一个小短片 看看我们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怎么说的 嗯 纽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国际社会发表的报告中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佛陀的大悲精神 他的永恒教研可以帮助我们 驾驭许多当今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全球团结的需要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但实际上却不是 2500多年前 佛陀教导我们 没有一个事物可以孤立的存在 所有的现象都是相互依赖的 更深一层的 他还教导我们说 不要以他人的疾苦为乐 只有当我们伸出双手帮助其他人时 才可以完善自我 大林加拉新闻社2009年5月8日报道 潘基文秘书长在2013年5月24日 魏赛节到来前夕发表的致辞中指出 魏赛节既是全世界佛教徒的节日 也让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都有机会 获益于各自帮富的宗教传统 今年魏赛节之际 各地冲突四起造成巨大痛苦 人们正可借此机会 思考如何在佛教教义指导下 应对当前的种种挑战 他指出 佛陀本人年轻时是一位王子 却离开安居的宫殿 发现世上存在生、病、脑、死四种苦难 虽然这些现实中的痛苦无可避免 但佛教教会人们如何加以应对 在历史上佛教哲学每每以巨大的改造力令人叹服 潘基文以印度传奇人物阿育王为例指出 阿育王是佛陀离世约三个世纪后 对印度进行严酷统治的征服者 最终却皈依佛门 放弃暴力 拥抱和平 他倡导的价值观包括人权、民主治理 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这些价值观是所有伟大宗教所共有的 阿育王在多年残酷征战后 能提倡这些价值观 充分证明个人的善意可以结束普遍存在的苦难 潘基文表示 当今时代空前需要以非暴力精神促进和平 平息冲突 他衷心希望人们都能本着崇高的理想 下定决心让世界变得更好 纽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魏塞节讲话中说 佛陀关于所有众生的和平、慈悲和关爱的永恒教言 激励我们要努力应对当今世界所遭遇的内容更为广泛的挑战 在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必须要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 以身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来思考和行动 这才是觉悟之路 也是构建适于所有众生生存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之基础 《泰晤士报》2008年5月18日 我们回过来的《觉灵菩萨记》 心如弓画丝 散作诸世界 是不是 说破世界是我们画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觉得 为什么不画一个天堂呢 对不对 那就要学会什么 学会驾驭自己 对不对 驾驭自己 那还需要依靠三宝的力量 以三宝为对境 发誓 改往修来 戒恶修善 我们呢 我还是觉得 大家 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身体 应该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戒恶修善 我们的心呢 还要发大乘的菩提心 这样 然后呢 这个 像激公一样 为什么疯疯癫癫癫呢 他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什么 一种自我的掩护 他也是 他可以理你 也可以不理你 他想理你都想管你的时候 他以他的方式帮你 他不想帮你的时候 他脱个破鞋子他跑掉了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自在 啊 但是要知道那是一种智慧 一个菩萨能够自我保护 因为现在这个地球上 现在我们 我们菩萨是稀有稀缺资源 你知道吗 刚这里培养五百多个 出去都被人宰掉了 知道吗 你要有 高智慧去面对那些 要去自我保护 要让自己存在 自己既然是一盏灯 就不要让世间摧灭掉 是不是 保护好他 要作为世间的一个正能量的源泉 像经书叫永泉 为什么 永泉 不停的涌出智慧 这些 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学了 经典都进入我们的心了 我们生命要成为一个正能量的涌泉 刚才我们看了潘吉文联合国秘书长 我去年去美国也到联合国总部 现在联合国总部里面供着佛塔 你看 其他的真的老实说联合国总部里其他的宗教标志还真没有 只有佛教的佛塔 还是黄金的那个是泰国那个送给他那个泰式的佛塔 特别庄严 大金塔一样 特别庄严 因为一走到联合国总部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贫穷 战争 灾难 一进大门就会看到这个 前面每个国家的国旗 再走进去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雕塑 一把枪 枪管子被打了一个结 远在元朝的时候 有一位就是著名的法师 去见忽必烈 当时忽必烈怎么样 四处争战 杀人无数 他见了之后他更感兴趣 看到这位法师年纪这么轻 你有什么本事 结果 把一个武器 那个钢的武器 献神通把它打了一个吉祥节 画干戈为玉帛 对世界和平的祈祷 所以我到联合国总部门口 看到一个武器被打了一个结 我说这 好 所以我到他们的面前 我也比个手势 一截 打了一个结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 看到这些 竟然给我做导游的那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是个黑人 是个非洲的黑人 看到我给我合掌 然后 他竟然跟我们同行的翻译给我听 他说他居然是佛教徒 然后给我详细的介绍 然后来到联合国总部的那个会议室 然后跟我说187个国家的 代表开会的地方 还加上一些地区 总共全地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总会议的地方 然后介绍完了之后 我说我念一回经 他也眼闭牙的和长跟着我们一起 我念完经之后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我感受到强大的和平的力量 就是联合国总部还没有人来做这个事 所以你做这个事情 你这个是为全世界的祈祷和平的祈祷 我听了 哎呦 这奉承的我好高兴 哎呀 这人还是要听好话的 对不对 哎呀 我觉得 这不管怎么样 这是我的一种心愿 祈祷 观想的向全世界祈祷 念经价值 所以后来了解到 潘基文也是佛教徒 嘿嘿嘿嘿 哦 你看 哎 佛教徒 所以他讲了那么多 佛教对向全世界推广佛教 讲了正面的预言 他实事求是的 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是佛教徒 他就给佛教脸上贴金 佛的脸不要我们贴金的 无量阿神抵截来 对不对 我们就是赞叹也赞叹不完 不是虚伪的衬托 是真实不屈的表述 而且还讲不完 没 与鲍鱼无书装 唯香唯唯变妆妆 天人问佛事何意 佛言笛藏不散枕 三世如来同赞旁 十方菩萨共归 我尽速至上一月 沉阳笛藏不散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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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清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护生祭甘露诗时 供请战山法师祖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 地点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兴礼南钢三路97项2号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大家好,我是马接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 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要请同学持续落实 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 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 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 定时清销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 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 确保通风良好 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 用餐前应正确洗手 用餐期间不交谈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那么上诞课我们讲到 所有藏族人都不希望 然后九五节回去印度 但是呢,又没有人敢开这个口 还多亏了这个转顿吧 足智多谋 想了一个办法 来留住尊者 什么办法呢 他给魏藏的头头脑脑 高松大德们写了一封信 希望可以由他们出面 来邀请九五节 这样一来呢 九五节一定会去魏藏 自然也不会马上离开印度 那么,我们对吧 指名道姓 提到了好多位在魏藏 魏藏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名僧 比方说 菩提扎扎 莫尼别希尔等等 那么这些大人物收到信之后 就聚集在一起 开了个会 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情 会上呢 有人提出说 据说支卫这个印度班之大 好像是拿着一个白色的波 听起来像是外道 可能对我们魏藏没什么帮助 不如呢 我们就收集一些黄金 派人给他送去 把他打发走吧 因为在藏地啊 出家人用的波 基本上是黑色的 他们都没太见过白色的波 也没太听说过 所以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呢 另外一位高僧 叫做高娃 释迦汪秀的一个人 他说 我觉得并非如此 此人是由成就而邀请来的 而且听说在印度也是声望颇高 有印度班之大之鼎言的称号 所以呢 有可能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 他这么一说呢 大家都觉得好像挺有道理 于是呢 就说到 若真如此 他可能就是比较与众不同吧 那就从魏藏的僧众那里 争一点 争一些税 愁一些金子 想办法把他引寄到魏藏来吧 于是呢 大家就这么愉快的决定 在这里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阿迪夏尊者的三大弟子 库莫忠三人 在九级医生当中有无数的弟子 他们三位绝对是最家喻户晓 为人熟知的 首先呢 这库莫忠里面的这个忠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忠对吧 这个端在藏文里的意思有点像是讲师 所以就是总讲师 他是一位在家人 那第二位 第二位 莫弟子呢 他的权名叫做莫尼别希勒 由于呢 他主要以医师的身份文明 所以呢 人们称他为莫医师 他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 藏地的第一座佛学院 三不四就是由他创办的 而且他有一个侄子 比他还有名 也是一位出家人 叫做莫隆迪希勒 现在基本上藏地所有佛学院里面 学习的这些各大论著啊 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从他们书址那里传下来的 所以呢 他们二人对藏传佛教的贡献呢 绝对是可圈可点 那么这第一位酷弟子 全名为酷尊主庸中 人称呢 酷敦 就是酷讲师的意思 他也是一位僧人 当时在卫战地区呢 这位酷敦 绝对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 大长老 他不仅精通阿比达姆 而且呢 我们上诞课提到 下路弘法的这个 路妹传承的后人呢 也都对他尊敬有加啊 他自己手下就有森众 遇谦人 而 酷敦这个人呢 他不仅声名显赫 而且主要他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 有脾气的人 人不坏就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啊 酷敦把给这个卫战大人物写了这封信里面呢 竟然没有提到酷敦的名字 估计呢 当时可能是他一着急就忘记了 所以呢 那些长老们也没有邀请酷敦参加这个会议 这么一来呢就哭敦就不高兴 心想 你们既然这么对我 那就我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呢 他先中人一步 带着自己的人呢 骑着马 朝阿里的方向出发 自己先去引起阿里香尊者了 不管怎么说 从这个卫战来 引起的这些人 总算是见到了酷敦 当时在场的 一共有六位大师 其中五位是一起开会的那几位长老 另外呢 还有酷敦 他们几个人呢 就是经过商议 决定向酷敦提出五个 在当时看来比较有争议 或者说是人们比较困惑的问题 具体是哪五个问题呢 在后面我们可以细讲 总之呢 听了这些问题之后 纠结 答到 你们的问题都不算什么 抢救我已经问过我更多的问题了 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我都已经全部写在 菩提道登论里面 听 君子这么一说呢 众人就纷纷拿起这个菩提道登论 仔细阅读 果然呢 所有的答案和解释 都已经 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呢 他们也不敢再多问 接下来呢 一行人就又浩浩荡荡的启程 往后葬方向行进